好 來 這個冠軍希望補充 我跟黃陽明認識快十年了 我在當國會記者的時候 他在當記者 我在國會助理的時候 他在當記者 那我過去對他認知是 算還算以前 我對他認知是蠻客觀的 但今天這個事情 我要講幾句話 我覺得如果這裡有所謂的 黨政高層的消息這麼權威 你應該告訴大家 黨政高層是誰 我的政治邏輯的ABC是 沒有人會做這個蠢事 如果假設郭台銘 真的有要選總統 哪一個黨政高層 敢跟他簽這一張之後 郭台銘本來不選的 一定變成選 本來選不上變選上 當然哪一個笨蛋 我認為沒有人 為什麼用黨政高層的四個字 因為規避掉的是什麼 規避掉的是說如果影射誰 人家可以告你 我覺得沒必要用 黨政高層這種字 這四個字 這第一個我要講 第二個我要講 這件事情疫苗的源頭 我還是要講到最核心 我們當年一開始會把BNT買這麼辛苦 是因為被中國打的這個訊息 到今天為止 國民黨甚至是柯文哲他們 還是認為說我們在找理由 可是我們事實還原 給我一分鐘簡單還原就好 2020年我們不要那麼健忘 2020年的11月 當時我們行政院跟德國原廠講 我們要買BNT 時間沒有拖 11月講了之後到12月一個月內 簽訂好的價格 數量 購買的形式全部搞定 在一月的時候公文簽好 行政院核定 結果沒想到在一月十五號 接到一個消息 德國直接跟我們講說 要把當時合約裡面的我國改成臺灣 觀眾朋友都很有印象 那個時候好 我們也算了 不要異私形態 都算了 不要寫我國 也改成臺灣配合 沒過幾天 德國原廠傳來說 我們要調整一下購買的內容跟形式 從此已讀不回 後來我們政府花了多大工夫去找住德代表處 請他們去聯繫當地的國衛議員 當地的那些有利人士 之後有德國國衛議員親自出來講 就是中國介入 所以中國在擋臺灣買不到疫苗 這個事情是鐵真真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現在回去要打算 還是選舉考量 就是為了要打擊陳時中 那中央秀 黃耀明我不認識 直接告訴你 黃耀明在講那篇新聞在哪裡 去年的瘋傳媒 作者寫的記者叫做顏政坎跟黃信偉 大家都有名有姓 當時的標題是這樣下 郭台銘親自自函 蔡英文強調買疫苗 並無二零二二零二四的企圖 如果你用這句話把倒過來解釋說 是黨政高層要郭台銘簽 那就是道國為英 直接跟你講黨政高層是誰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因為那個黃耀明不是直接聽人家講的 當事人就是黨政高層誰 老柯啦 就是柯建民啦 一開始郭台銘要買這個疫苗的時候 找誰幫忙 就是老柯啦 他說有簽那個切結書 我們就拿出來 是郭台銘寫信跟人家講 跟小英講說我不會要選那個嘛 我滿意嗎 捐國家這件事情 不是為了要選二零二四嘛 是郭台銘覺得怕小英這邊會擔心這個事情 你不能道國為英嘛 因為這一路這樣很多事情 小英怎麼會去擔心這種事情 沒有任何人可以指定下一任中華民國總統 如果你今天要郭台銘簽這個承諾書 我郭台銘不選二零二四 這張拿出來 拿出來的那個人就死了 民進黨如果要郭台銘做這件事情 拿出來說郭台銘你承諾呢 你就死了 那個承諾等候沒承諾誰敢拿出來啊 而且你會死得很慘 我跟你講你如果叫人家逼人家寫這個東西 你這個政府會垮掉 我直接那麼講不客氣的講 誰敢逼郭台銘說你要簽承諾書 你會先看 沒人敢啦 尤其是郭台銘沒人敢啦 好 那疫苗這個事情你還是要回過來講 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編呢 仇恨動員啊 你再回過來 當時為什麼郭台銘找老科 因為他先跟上海復興談了啦 郭董也是上海復興的郭董 結果上海復興那邊跳票 他不能自己決定 這個都是有新聞有影片 你可以回去看的 所以就沒有那一張切結書 你的意思是 當然 我就講那一張書是 你說他沒有那張切結書 就是他們編的嘛 對啊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件事情 那你說他們沒有要為 這個編的就是為了仇恨 當然這是仇恨動員嘛 因為你逼郭台銘簽承諾書嘛 來 范老師 那好啦 退一萬步說啦 這個為了不讓民進黨深懷疑 所以說郭台銘寫了這個二零二四切結書 而且也給了柯建民 柯建民現在手上有一份 那最好是這樣嘛 如果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柯建民你手上有沒有這份切結書呢 或者蔡英文你什麼有沒有這份切結書呢 這不能單方面說得算 所以我覺得黃耀明講的東西是完全是邏輯不通 那我會覺得說其實很多東西 你說你看這個禮拜國民黨 因為說藍營 就是操作那個這個慈濟的那個執行長 嚴博文的訪問 結果得來的是什麼 得到的是慈濟去證明 反而發聲明說 政府不但沒有去阻擋買BNT 還協助耶 所以我覺得這叫而且還感謝 這叫偷雞不著十八米 你想要用這個方式來批評陳時中擋買BNT 結果呢 反而是讓慈濟 反而要去肯定陳時中 沒有擋BNT 所以這是一個完全是反作用力 怎麼會有那麼愚蠢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這時候黃耀明在操作這個東西 完全不合邏輯 你相信有那張切結書嗎 我當然相信不可能 對啊 怎麼可能 那這樣怎麼敢這樣講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這種東西 你這種玩多了之後 民眾會厭煩 而且我覺得對於蔣安的選情完全沒幫助 只是為了要讓自己在藍營那個同溫層裡面 好像可以獲得掌聲 你剛剛講過 剛剛是誰訪問他 那個朱學衡 朱學衡 朱學衡難道沒有受過教育嗎 朱學衡的反應是 怎麼有這件事情 下流 朱學衡是相信 朱學衡受過完整的教育 你認為朱學衡相信嗎 我不曉得他是故意相信還是他真的相信 可是我認為這個新聞的確會讓很多 剛剛抓到流量 剛才說 昨天我們說 說這個蔡英文跟賴清德在打架 對 萊英的人還真的相信 還瘋傳 這個是民嫌都知道 那你剛剛講的 那請問這裡面傳的人 我相信很多知識分子 他怎麼會相信 還真的會打架 所以我覺得這種 臺灣現在已經是個很割裂的社會 那很割裂 然後很對立 所以有些人要去 要去那個同溫層 或者他的流量能夠增高 就是不惜說這種完全無中生的事情 我們這裡有國民黨的李明顯議員 我請教你 你相信有那張解決書嗎 應該是沒有 有什麼你相信沒有 照郭董的個性 如果他簽 第一個 我認為郭董 第一個他不會接受任何威脅 他過去霸氣 霸氣統裁 哪有可能誰佩裕 我們蔡英文佩裕 不可能簽 第二 他如果簽下去 照他的個性才會公佈 而且我認同東訪 東訪的資深媒體人 這如果誰叫他簽 民眾誰叫他簽 不論老科還是誰叫他簽 這三出來一槍斃命 不 民進黨都打 打打打打打打打 所以疫苗當然大家有很多 預測 預測說董事林出來說明 第一個就說 董事林都出來說明 總統也出來說明 如果說郭台銘出來說 這事情就沒有了 就說有的不要以而傳而相 我平常說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如果我們沒話說 佩國 阿強今天就出來做佩國 簡單說 給他做佩國就對了 對 做佩國 你跟我們說陳時中有沒有擋 擋疫苗 嚴格來講 應該講說陳時中 確實有擋中國疫苗 中國科興那個時候 這確實要到台灣 我們國民黨的好多立法院 他們的一些好同志 確實是依實要求說 政府你為什麼不開放中國的一個疫苗 所以我反而會認為說 這兩邊怎麼倒坑 這樣竄起來力道到底會不會很強 或者說反作用力會很大 大家看 過去國民黨這個是兩千 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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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時候 你要看那個時候 到現在還沒兩天的時間而已 國民黨在開記者會 開始就在說 你看曾明中 賴世保 費用太 跟羅民財員出來說 說政府應該要鬆綁 而且把那個壽事的臨床要下修 不要到三千 一千就好 好了 結果現在在叫什麼 現在在叫說 你看 土力 炒股 為什麼只有二期試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國民黨你這個 今天又為大家示範了什麼 就是為反對而反對 他這個就是讓籌文值高 像這個就講說 什麼人 郭台銘要買國產疫苗 記得先來簽這張 這個是考驗民眾的智商 郭台銘何許人也 一定就要選總統的人 你現在你跟他說 你要買疫苗 你就是不能選總統 你這個是考驗民眾的一個智慧 退一步來講 蔡英文已經連任了 我連任以後 我是要叫你 什麼人要跟你選我就不知道 你郭台銘要出來選我 我說你不能出來選 那天啊 要讓這個總統 所以這個 這實在是要講清楚 罵完以後 馬上又結了一陣 這樣也真的喔 嚇你喔 給你看看 你看看這種話衰的就好 就是說 像這樣子用 聽別人講 我是覺得不要聽別人講 去拿一張出來 我簽這 我也很想看 是簽怎麼 郭台銘簽怎麼 你知道嗎 是 那天啊 是 是 那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